大家好 我是傅琴 最近美國總統大選快要開始了 這事件影響世界走向的大事 想必有不少人在關注吧 但每次提到美國總統 我腦中第一個想要的卻是魔部日本漫畫 而且也不是啥主角政治的作品 就是這部格鬥漫畫 這部作品叫《任牙》 是已經出到第五部的長壽系列 前陣子剛播完第二部的動畫 第三部也決定製作了 所以知道的人應該不少 YouTube上的影片也很多 不過今天 我沒有要聊任牙戰鬥或是魔衣藥角 而是想盤點一下 在任牙戰鬥中出現的每位美國總統 沒為什麼 只是想要趁個熱度而已 在談起這個話題之前 有個人得先介紹一下 犯馬勇士郎 主角的父親 也是本作的靈魂人物 外號地上最強的生物 日本高官稱其為世界最強的兵器 同時也是世上維林亞所有職業之上的萬利家 言下之意就是 他僅靠肉體強度就獲得了我與倫比的權力 再來要進入正題了 事先聲明 以下總統的名字 我不知道原文作者是用本名還是很像的名字 所以我一日使用我100顆茶藥的藝名 就這樣 任牙第24集 美軍的高官對藥軍間友善的部下命令到 你必須付出最大的細心及注意 就像在對待消化甘油 飛彈性管 或者和歇斯底里的女人上床時的那種感覺 部下很不解 最強大的美國陸軍 為何要對區域的男人簡約成這樣 而長官也舉個例子回答他 比如說 一個男人在下午看見是消磨時光 偶然間看到美國總統的眼說 覺得很不爽 就跑去白宮毆打總統一頓 對勇次郎來說 這種事情是有可能的 但這個部下自然是很不服氣 直到他見到了勇次郎 才明白長官所言非虛 在第一部中 雖然總統沒直接出現 不過那些人當場的美國總統 都是跟林安石的憲政期相符合的 也就是說 這個隨時可能被勇次郎暴打一頓的總統 應該就是任其為1953年至2001年的比爾科林頓 接著我們跳到第三部的第三集 一開始接著再回顧剛才的地獄害死的情況 而位於同地點的如今 現任總統喬治沃克布希 在當時十倍警力的守護下 通過這命運之地 然後他就被主角任牙給綁架了 出於一些原因 任牙想進某間監獄 假如布希拒絕 任牙甚至不惜使用暴力 最後布希老實認輸 達成了任牙的願望 布希再次登場只隔了一集 這段的劇情和對話真的是記事感滿滿 但又有很多微妙的不同 我想半天都不知道該怎麼表達才好 索性跳過了 好奇的可以自己從第24話開始看 布希最後登場是第7集 任其幾樣結束時 他請勇次郎過來襲擊自己 藉此考驗他的保鏢 啊這保鏢也是果斷 為了保護布希 直接把他踢入窗外 那從結果上來看 布希也的確是平安生還了啦 雖然被踹了一下 但最後起碼還當次勇次郎的司機 這可是很多人莫名以求的職位啊 我覺得不虧 像總組登場是在第22集 以華盛頓的某間旅館為中心 半徑700米之內 禁止一般市民出入 在這旅館中 巴拉克歐巴馬正在進行宣誓 以神之名發誓 地結友好關係與互不侵犯條約 而宣誓的對象 僅僅是一名男人 犯馬勇次郎 此人早被列在重大注意事項中 後來歐巴馬與川普的對話也證明 這項疑似從第40任總統 延續到了第45任 橫跨了六屆 歐巴馬在宣誓完後 提出了一個私人請求 他拿出一塊石碳 說在10萬欺壓下 碳可以化為鑽石 但理論上可行 布希也看到還是無法理解 勇次郎不自可否的抓起了石碳 緊緊握住後 把手指抵在桌上 並順子把桌一桌給切割成了兩半 這段劇情有點難懂 我來不負責任的解釋下 其實歐巴馬不覺得勇次郎能辦到 他只是刻意提出不可能的難題 想在心底上壓過對方 但勇次郎卻用肉體做出了鑽石才能辦到的事 這有兩層含義 一是我不會因為你想看什麼就表演給你看 二是沒有做鑽石的必要 因為我的肉體更剩鑽石 以上這些分析 都是網上看到的 我自己也沒看懂 到第25集 勇次郎達成了歐巴馬的願望 把當時的石碳粉重握了一次 撒到了歐巴馬手上 其實我不確定這發光的是玻璃瓶的粉末還是鑽石 但第五部是真的有人把碳握成了鑽石 所以勇次郎肯定做得到 看他想不想而已 而歐巴馬在第三部的最後登場 竟然是在看戲 準確來說是看勇次郎和任牙這段負責打架的轉播 觀看還不夠 他還搞起了勇次郎的模仿秀 不過他也說過這也是勇次郎的狂熱粉絲 模仿我像什麼的也挺正常的吧 最後我們來到任牙道135話 先任總統唐納川普出場 在白宮內 歐巴馬正傳達要交易給川普的機密事項 川普聽完後一臉二藍 任了整頁的篇幅 我先說這圖不是我批的 本來就是這樣 川普很疑惑 一個大國要向一個男人發表不侵犯條約 而歐巴馬給予了肯定的回答 於是川普又任了半夜 這真的不是我批的 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 川普實在想不透 繼續追問 沒過 居然要向一個男人縫影殘媒 YES 就是縫影殘媒 他是什麼符號嗎 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師姐收夫 但耿著無管 那不能逮捕他嗎 勇次郎的空手戰鬥力媲美一國的君子力量 想逮捕他 棺材就要堆成三了 這種令人而新的規矩 是從何時開始的 D-40人總統 Rona雷根開始的 難怪 我國的威達妻子就是那時開始消失的 兩週後 川普前去會見勇次郎 他下定決心要廢除這規矩 可就在看到他的那一瞬間 鬥志完全消失了 勇次郎要他三分內解決 川普當場尿了一褲子 然後迅速取出聖經 一致一句宣讀為以防萬一而背下來的事詞 以防萬一可還行 你剛才決心都是假的吧 這畫面真的是非常奇妙 尤其你看川普在電視上的樣子 再看這漫畫 感覺就更奇妙了 最後呢 請各位擦亮自己的雙眼 因為你們即將面對任牙系列名場面中的名場面 137話 希拉蕊也來了 他做直升機來到勇次郎 心中OS道 都給我砍著吧 我還沒有完全掰給那個人 我一定要從川普手中 拯救美麗堅合中國 而首先要做的 就是去面對那個男人 然後一開門 嚇死人喔 勇次郎的兒子挺著身軀在跟他打招呼耶 這個兒子不是犯馬任牙 也不是捷克犯馬 是勇次郎最大的那個兒子 勇次郎表示 我不接受你的宣誓 要是你敢強行宣誓 我就叫我兒子欺負你 欺負你無數次 希拉蕊面飯桃紅 留下了鼻血 表示那樣的話 我怕是連片刻都撐不住啊 於是他一點清爽的轉頭就離開了 剛剛這段劇情你要說是我瞎掰的我也認了 因為我如果沒追這個漫畫 是在網上看到這段 那我肯定會以為是什麼惡搞同仁 我當初看過後的反應就跟旁邊這位軍官一樣 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幹殺小 為什麼要看這種鬼東西 不過要說作者只針對美國 其實也不盡然 因為像俄羅斯加拿大和其他國家的領袖和高官 或多或少都有被作者給描寫和惡搞過 甚至還有勇次郎應用電話打去總理官邸 說我要來殺你囉 然後突破警方包圍到總理面前 握著對方的頭說 你的警備體制要加強喔 結果總理還握著手感謝他的事情發生過 至於為什麼美國總統出場次數特別多 也有也很簡單啦 因為美國畢竟世界第一強果嘛 所以讓這種國家的領袖對勇次郎卑躬屈膝 可以很好的襯托出勇次郎的逼格 如果今天美國和日本的地位對調過來 那中間這十幾屆的內閣總理大臣 怕是都無法倖免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下任美國總統到底是誰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 不管最後勝選的是川普還是拜登 他 都註定逃不過倫牙作者的迫害 說得好像說得就很安全一樣 呵呵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了 其實倫牙的影片我想做很久了 剛好最近被一些事刺激到 又恰逢四年一度的大事 所以才做了這影片出來 如果喜歡的話 希望能點個讚和留言 每個讚和留言都會轉換成我的收入 不是沒意義的 想看更多人家影片的 也可以訂閱並按下小鈴鐺喔 那就這樣 下次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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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